詞曲 李宗盛 是年前的事情 當年空難發生之後 看到報紙上 我為什麼知道我朋友離開了 是因為他們從 那個空難中找出來的 那些遺失的物品 登上報紙的這個頭條 我在頭條的這個物品當中 看到了我自己的照片 因為這位女生 她是當年很喜歡我 然後 我看到那張照片的時候 我才想起 我曾經把這張照片給過她 然後她 戴著她的身上 然後 發生空難的時候 她是 可能就是 在背包裡面 或者是在她身邊 然後後來被找到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她一直把 把我給她的這張照片 放在她身邊 然後 我才知道 這是屬於她的物品 然後我就打電話到報社 告訴他們說 這個東西是屬於這位朋友的 麻煩你們 還給她 她家屬 然後 對 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剛好那時候 我記得 中學畢業 在這個畢業典禮的時候 我班上的老師 給了我一個信封 她說這是 你這位朋友 徐翠芬的家屬的阿姨 托我給你的 那是因為我打開 就是那張照片 照片上面還有刮痕 照片上面拿出來 還有油的味道 還有海底的味道 那個畫面 那種感受是 我永遠不會忘記 其實我也從來 從來也沒跟任何人 就是在分享 過這個故事 然後 把這樣的一種情緒 把這樣的一種 心痛跟遺憾 放到歌裡面去 每次唱的時候 我跟他說 其實 我都是把情感收起來 因為我害怕 我唱不下去 這位市區的友人 他喜歡你 他跟你表白了嗎 有 我們當時 當時 是好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但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在一起 明白 也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在一起 所以我的心裡更痛 很遺憾 因為我有虧欠 我有愧疚感 我覺得 你每天 讓我知道你 你對我的那種感覺 然後 他每天 送早餐到我家門口 我卻沒辦法接受 他那種感受 那種感情 然後 我卻還要接受 這樣的事實 然後還要這樣 看到自己的照片 在報章上 那時候我誰都不是啊 那時候我根本 只是一個中學生 要去接受 要去釋懷 要去 對啊 沒辦法 沒辦法 謝謝 我後來 我很感謝 我可以找到音樂這條路 因為 我能夠把這些 說不出來的感受 放到歌裡面 然後跟大家分享 也不一定要知道 那些細節 但是我覺得 還好有歌 還好有 音樂 能夠 能夠陪伴著我 給我力量 對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沒有這樣的方式 去 去寄託這個情感 我是不懂 怎麼去接受這件事情 我說出來其實 沒有太多用 唯一的就是希望 說 在座的每一位 歌手 每一位藝人 每一位聽眾 每一位歌迷也好 能夠 更重視每一首歌曲的來源 更創作 更重視音樂 謝謝 想要給我們的力量